認識我的人 或是在這邊 我這邊參加了一年 然後我的身份 幫我記住 OK 那你就幫我play OK 謝謝 謝謝 我是在那個新創的公司 然後我經歷了三年 然後我們後來才比較愛料的一個視頻分享網站 那我今天分享的不是跟工作有關 我覺得有時候你工作跟生活也是有部分的重點 所以我要分享我過去這三個月的我的興趣 我的嗜好 然後玩的一些傑作 那我這邊的話就有我的iPad跟各位分享 等一下 我練一下 我練一下 OK OK 好 你這樣可以嗎 還是你要幫我放 這樣可以 我繼續講 我今天分享的主題叫做 Journey of Pi 那它是一個 Raspberry Pi 它是一個小型的電腦 那我等一下跟藉由今天的九分鐘 各位分享我過去九個月晚的事情 那 OK I have asked for the night if you have to head out of the night I have a customer that I have to love in speaking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r world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r world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world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world of music as a talk but I would like to sit back and listen Someone is inconceivable like that I introduce a man because it likes a partner to be Edward Chan OK,這是我藉由,我剛才跟各位介紹一個非常小型的電腦,然後如何讓他在上面講話 那他介紹的就是影響像那時候的Steve Jobs在發表Apple的產品說他是可以講話的這樣子 他最後講說他參與setback,讓我來跟各位介紹更多他的部分 OK,我今天分享會藉由三個部分,一個是如何他從開始誕生到我如何去做他的研究 甚至到我如何把他做出一些小計畫來跟各位分享 那第一部分就是Born的部分 我最早知道的時候,有些時候你會有一個計畫開始,一定有一個最早最初的源頭 那我的同事我朋友他跟我分享說有這樣一個很棒的東西叫Raspberry Pi 那他是一個非常小型的電腦,然後他是由英國那個Cambridge那個大學做出來的 然後他現在是由那個Raspberry Pi的Foundation在支持在做 他的概念就是說希望藉由小型很便宜的電腦,讓大家在學電腦會非常的容易上手 但他有很多他可以做的事情,那我那時候只了解這麼多,然後上網去找他的各種知識 他各個的部分在做什麼,然後我就開始去下訂單,開始我第一步的研究 那這是個Raspberry Pi,我給各位看一下喔 他就這麼大而已 他就跟你的名片盒一樣 甚至跟你的信用卡一樣大 然後打開來 就這麼大張 那我那時候拿到的時候也蠻驚訝,因為他非常輕 就這樣一個而已,就在我手中,比我手中還小 那我拿到的時候我的開箱部分就是把它拆開來,然後上網研究一下,或是看到說明書研究說 各部位在做什麼事情,然後對他有迅速一個了解 那他只是他的主機,他主機是一個小型的電腦,他到底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他有額外的延伸連接出來的,包含 最初上有看到那個可以散熱片,讓他不要那麼熱 右上角可以保護的殼,讓他不會受到那個一些壓迫的影響 然後左下角,他的儲存的空間 就透過你平常各位攝影機的那種SD卡就可以儲存他的知識了 無線網路,是的他可以不用插線,他隨時就可以動 所以這些東西你扛不然在一起,可以想出非常多的可能性 然後他接電源線,然後甚至你可以接螢幕出來做更多的事情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安裝的時候,我用的電腦上然後就去跑 那他跑的是Linux部分,所以如果你學電腦科學知道有Windows,有Mac 那是第三者在Linux,然後裡面他跑來做系統 那由於我本身是資訊管理畢業的科系,所以我對他有點了解,所以我就對他了解 就可以興趣的去管理他這樣子 他組合號是長這個樣子,非常的小,然後我把它放在我家裡的書桌上 然後這是他另外一部的側面罩 然後我最後調整就不需要網路,他直接放在 無線網路就可以連,然後我家是一個無線網路非常OK的Friend環境 所以他手要拿就可以連得到 OK,那你當有直接之後,你一定會想要 我想要做下一步,我想要他了解更多 所以我就到了Amazon上找到了這一本書 所以我是超過一年讀兩本的一位 OK,那我 我就找了這本書叫 Programming the Raspberry Pi can start with Python 就你對他了解,你要對他如何去控管他的開始 所以最早 我在開始就知道說,他是有兩個輸出的部分 通過這個電腦,你明天只用電腦做一些事情,但是他可以額外延伸出來接觸到你這個世界 然後他需要後面的背景,是需要這些部分 Linex網路,然後Command Line Terminal 這都還好 但是你要讓他做更多事情,你要寫一些 程式語言的部分 OK,但我聊了這麼多之後,你還需要買額外的設備 那我那時候就發現到有一個網站,非常棒,叫AdaFood,他非常多的教學 我這部分就從我最新的開始,我知道在場有蠻多的電機的朋友,機械的朋友,他們可能對這部分很了解 那我這部分是一個興趣,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分享這樣 那我對他了解之後,我就從那邊去下單,找我要一些零件做一些小型的計畫 那那個AdaFood,他的創辦人叫做Lamore Lamore Friend 他有上MIT News,因為他是畢業的校友,然後有採訪他如何起這個事業這樣子 那他主打的就是說,他希望推廣藉一個賣賬的試驗,然後大家可以推廣 朋友,在學習,每一個人都可以做這樣一個的 那個創造者,那你可以注重科學,科技,Engineer跟Math 第二步 我的第二部分就是當我拿到那些貨的時候,我開始就做這些各部分的研究去了解 然後對每一個細節去了解說他各部分在做什麼,在做什麼功能的 那進入最難的一題了,焊接 是的,這是焊接,我一開始拿到我很蠢,我覺得他不需要焊接就可以用 但是他需要焊接,所以我開始找我,我回家找我像各種工具,甚至我焊接的過程,我會把我的焊接頭也弄壞了 甚至要買一個新的,就像你玩一個遊戲,比如說暫停幾天,暫停幾回合,然後我就暫停好幾天,才能繼續我下一個作業 這是我第一個project成功,當我看到他燈亮了,一個電腦他可以把燈弄亮了,這是我第一個感動 我知道我已經可以幫他做更多的東西出來了 然後這是他的部分,比較細的部分,你要插這麼多的線路,你要了解各個線路在幹嘛,在做什麼事情 當然,coding,那coding是我專長,因為我本身就是寫iPhone、Android App的工程師,所以我coding就只要在額外的學這部分 稍微了解一下如何去應用他就可以了 第三個就是我的project,我跟各位分享我第三個project的部分 那在分享project的時候,網路上有看到這張圖非常酷,就是這樣一個天賦表,就是說你如果了解你得到哪些skills,最後可以完成什麼的 那我在這個探索的過程發現我已經有些的badge in unlock,但有些是期待我先要進行去unlock的部分 那這是我最新的工作站,他是長這個樣子,那我跟各位分享我的影片 好,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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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